本港新冠确诊个案徘徊在200至300宗 年日有食肆和处所出现感染个案 由专家预料确诊个案会横行一段时间 维持在几百宗水平 认为考虑公共卫生和经济发展因素 有需要维持疫苗通行症 本港疫情反复 年日都有食肆出现感染群组 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 郭健安在一个电台节目中 本港仍然处于第五波疫情当中 预料确诊个案会横行一段时间 可能维持在200至300宗水平 他解释本港已经有400多万人确诊 加上第三针的保护力足够 社区已经有免疫屏障 估计冬季左右才会出现第六波疫情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实未来一两个礼拜 但是其实你看到繁殖率 其实都轻轻上回一附近 其实从三位确诊去到 低单位低四位的确诊的数字 其实我觉得都有机会存在 未来这两个星期那种情况是横行 或者是轻微上升的机会居多 而我理解的可能的第六波疫情 其实我估计会是冬季来临的时间 另外有学者在报章撰文 建议放肤疫苗通行证要求 容许60岁以下成年人 无需使用疫苗通行证进入指定处所 国建安认为不少市民都在高危群组工作 加上要跟内地通关 在考虑公共卫生和经济发展下 有需要维持疫苗通行证 我想也都要留意的就是因为我们 很多市民都关注跟内地一些通关的情况 而内地的情况其实都仍然坚持着一个清零的状态 在这个基础之下如果用一个大局的想法 就是如果香港都继续是希望跟内地通关 可能这一方面我们都 如果假设放宽了这个疫苗通行证 可能会制造到很多不同的漏洞 而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 何柏良预计随着社交距离措施再放宽 个案会上落一段时间 确诊个案会较现时略高 可能会有小型爆发 食肆出现感染群组也都是预期之内 认为如果有新变种病毒流入社区 才会出现第六波疫症 他又说本港仍然在推高疫苗接种 和换万复尝当中 认为现在不是适当时间检讨疫苗通行证 凤凤卫视记者王迪慧报道